夫妻同时遇见老情人 两个家庭的人同时爱上对方的爱人 旧情复燃后决定共同生活 加上儿子女儿六个人同住一个屋檐下 光熙无法忍受如此奇怪的家庭 终于在晚餐时爆发 其实父母心中也不是毫无芥蒂 他们在面对彼此时也会有尴尬和不自然 夜晚有帆窗进入光熙的房间 倒出自己的猜测 有认为自己并不是父亲的亲生孩子 但又不想向母亲求证 只能将猜测默默地埋在心里 他告诉光熙 只要父母能够幸福就好 浅浅暧昧的情愫在二人身边荡漾 尤转入光熙的学校 尤前女友的造访是光熙明白 尤并不擅长与女生相处 尤反而常与神秘男子出入 光熙语音太亲密行为 让尤误会光熙早已信有所属 最让光熙觉得莫名其妙的是 尤的前女友找到光熙 告诉光熙自己虽然与尤 只有三个月的感情 但还是请她离尤远一点 光熙与尤之间的误会越来越深 在此之后 光熙拒绝了初恋情人盈太的吻 明确了自己再也不喜欢盈太 父母晚归给两个人独处的机会 有给光熙做了一顿可口的晚餐 二人感情在晚餐中迅速升温 之前的误解也不复存在 网球比赛中 盈太向光熙表白 希望在赢得比赛后 与光熙在一起 光熙没有回答 她果然赢得了比赛 但光熙却被横飞的球拍下晕 一物始终 看着光熙的睡颜 尤亲吻了假装熟睡的光熙 光熙在最后 还是遵从了自己的内心 拒绝了盈太 神秘男子再次出现 带着尤和光熙 驾车去向海边的公寓 三人同行途中 光熙才知道 神秘男子是尤的哥哥 原来尤的母亲千米子 曾经与神秘男子的父亲共事 在追求千米子无果后 神秘男子的父亲回归了家庭 千米子也与尤的父亲结婚 尤猜测神秘男子的父亲 可能也是他的亲生父亲 二人一起向男子的父亲求证 却得知尤的母亲 有一个学生时代的对象 或许那个男人 才是尤的亲生父亲 尤很失落 在光熙的怀中啜泣 在温暖的怀抱中 尤发现自己已经完全爱上了光熙 而光熙也无法克制内心的情感 二人确定了恋爱关系 甜甜的恋爱气息 萦绕在家中 光熙和尤约定一起去旅行 一切都在尤发现旧照片后发生改变 照片中 自己的母亲与光熙的父亲 仅仅依偎在一起 原来他人口中 母亲学生时代的对象 竟然是光熙的父亲 尤和光熙竟是同父异母的兄妹 一时痛苦无比 最后他选择离开光熙 带着他发现的真相 远走京都 光熙考上大学之后 在好友名字的鼓励下 来到京都 尤在与光熙见面后 告诉了光熙他所知道的真相 光熙一时间也无法接受 在伦理与爱情的抉择中 他们选择了爱情 二人恢复了恋人关系 完成未完成的旅行 旅途中 两人强忍内心的愧疚 努力装作一对普通的情侣 思虑了一夜之后 他们还是无法放下彼此 决定一起向父母坦白 哪怕社会不认可 得不到祝福 也要和对方走到最后 光熙和尤迅速赶回家中 坚定地站在父母面前 游的母亲在此时才知道 自己被儿子误会了 原来大学时 游母与光熙的父亲是情侣 游父与光熙的母亲是情侣 最后因为误会 阴差阳错地成为了对方的另一半 游母与光熙父亲的孩子也没有保住 所以游与光熙并不是兄妹 他们可以毫无顾忌地面对未来 或许他人的目光 社会的偏见会成为爱的阻碍 一次彻底的绽放和燃烧 坚定地选择与爱人走到最后 幸福与惊喜总会在不远处等你